今天我带着家里的老老少少 去参加杭州的三农会议 来 家人们打声招呼 大家一直很好奇 我们有没有团队 今天就让大家 看一看我们摄影师的如三真面目 好吧 好 笑得自然一点 奶奶 今天带妈妈来拍 你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 好了好了 姐姐 她是平日 她是奶奶 进步了 哎呦 哎呦 给她们没在意啊 拍下 她是房东的猫 我是生产队的驴 哪有这么介绍自己的 我给我拍个后面箱 母海 你拿那么多东西干嘛 这些都是我们宁波的特产 带去杭州给男人们尝尝 好呀好呀好呀 快点起来快点起来 我就是叫人家众对了 快点妹妹叫你 放起来 你跟她去东西好看吗 好看 吃饭 今天就从摄影师的角度 给大家介绍一下 娜娜的团队 这个是娜娜 我的大妈妈 圆圆的妈妈 她是传统旅游行业的从业者 现在也是新进的短视频博主 这是娜娜的妹妹 也是我的妈妈 现在在努力学习直播运营和商务对接 48岁在创业 她说无论几岁 有机会就再出发 这个是孟汉哥哥 1.79米高的山东大汉 努力推广着宁波的产品 毕竟资博烧烤太火了 不需要她推 这个是婆婆 大家的外婆 原本她是一个催婚催傲她的老人 现在你看 所以说不要试图去改变一个人 除非她自己愿意改变 这个是圆圆 我的妹妹 家族涉流 所以说不要去泄泥任任何人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太阳 反正都会到她